傅元溪常年冲刷右岸冲毁河岸农地部落的族人 3月份在下面代表林玉芬 还有村长吴明毅陈勤反应下 立委正天才高度关注 在28号上午和部落族人会同九合局人员到现场会刊 建议上游节流调整水流量的同时 也加强同地河岸的土石防护 要保护族人的土地财产 部落农民的建筍或山树农地 在傅元溪今年累月的冲刷清洗下 这20多年来土地是一点一滴的流失 农民忧苦而立委正天才高度重视 今天上午与部落农民会同了第九合川局相关人员到场会刊 做提防目前在这边是不可行 就是我们考量整个河道长期以来 其实河道本来就会自然摆动 那我们现在民意比较接受的政策 其实就是反地于河 第九合川局对照十年前后的航照图来看 不原稀这一段的河道与河岸 并未有太大的差异 然而实际道场勘察 仍可见农地被冲刷破坏的情形 地方乡代表林玉芬与村长吴明毅也向立委说明成情 希望想办法来保护河岸旁的土地 不再被冲刷流失 经过立委部落农民与第九合川局三方线刊讨论后 也研议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共同来保护部落农民的土地财产 就是能够让河流能够分流 把主要的河流的能够让它从另外一侧来为主来分流 另外就是要防护这些我们乡亲的土地 因为九合级考量到这个区块不适合做提防 所以用比较低度的防护的措施 防护的设施来去保护这个乡亲的土地 让它不要再因为河流的侵蚀而流失 从上游改变水流向 以及加强农地旁河岸的土石防护 后续再由乡公所来修筑产业道路 改善当地农产交通 立委郑天才也进一步要求第九合川局 能够尽速列入年度的改善计划内 让部落农民安心放心地从农生活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